如何跑步更减肥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有氧慢跑 但真的是这样吗 很多跑者慢跑一段时间 总是看不见效果就放弃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跑 对减肥而言最高效 首先要知道跑步时 身体有两大功能系统 一个糖原功能 一个是脂肪功能 速度慢时更多的是脂肪参与功能 随着速度提升强度加大 脂肪参与功能的比例会下降 而糖原上升 它们是一升一降的曲线关系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小伙伴会说 那不就是慢跑最减之吗 其实不然 这还要牵扯到过量氧耗 过量氧耗的意思是指 运动完后 身体氧气摄入速率显著增加 这种过量氧耗会动用脂肪作为能量 也就是说 在停止运动后 身体会继续燃烧脂肪 并且高强度运动后的过量氧耗 持续时间超过24小时 而低强度跑运动完后的过量氧耗 最多只能持续3小时 所以说 要想减脂 一定要增加过量氧耗 我推荐两种方法 很适合没有运动基础的人 一是超低强度变速跑 另外是原地的减脂操 这两个都是快慢结合的运动 能增加运动完的过量氧耗 也是为了让运动多样化 让身体全面发展 下期分享超低强度变速减脂跑 该如何跑和哪些原地减脂动作 对减肥最有帮助 以及如何搭配进行